两辆车都是钢铁家 L家族底盘最平整的一位 挖点这个隐藏空天 藏上私房钱就更好了 问这M7到底是不是魔改风光爱插器 下横币也依旧是黑钢条刷铝漆的风骚操作 说好的五亿升级 不会都烧在了智能画上了吧 理想MIGA扑该之后 理想L6站起来了 销量势头很猛 而且还有雷布斯站台 甚至是刷卡出血力挺 那理想L6能不能扛起大旗呢 这不得问问蓝鹿虎 问界M7吗 作为新能源中大型SUV的销量担当 对得起一句遥遥领先 那面对拥有后发优势的理想L6 问界M7还依然能打吗 插播一条啊 兄弟们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们这辆M7它不是最新的换新版 真不是我们故意找奥款 而是因为M7换新版 确定在5月31号上市的时候 我们本期视频已经基本拍摄完成了 所以啊还请各位多多体谅 至于换新版在底盘方面的升级 我们会在后面将目前获知道的消息 为大家进行介绍 呃再插一条啊 说好的叫换新版 上市之后又改叫Ultra了 被余总虚晃一枪 哎 先给兄弟们鞠躬了 大家好 牛仔很忙 除少也很忙 本期视频我来和大家一起升车抄底 先给和除少一样忙 没时间看完视频的兄弟们 一条省流结论啊 从底盘综合表现来看 理想L6就像是一个从高端平台打造的 入门产品 出身高级 简配亲民 问界M7更像是为性价比而升 主打周量为大 够用就好 他俩的关系就好像是凤尾和鸡头 下面咱们还是老规矩 按照油表吉里的顺序 先比一比辆车的蒙皮材质 如各位所见啊 两辆车都是实打实的钢铁家 整个车身蒙皮 全钢一点铝含量都没有 铝合金蒙皮固然好啊 它重量轻 防腐防锈 会缩吸能效果好 但成本也更高 我们之前也拆过这两辆车各自的大哥 理想L9和问界M9 他俩还都是属于铝合金优质用的那种 那L6和M7用全钢蒙皮 也就不足为奇了 钢也有钢的好处啊 它维修成本更低 不小心磕出凹坑 不必非得出险换心 路边摊无痕修复 更经济实惠 拿掉保险杠 接下来对比两车的前后防撞结构 咱们先给结论 理想赢了问界 问界呢 赢了曾经的自己 在主防撞梁的前部 两车都是光秃秃 找不到在低速碰撞中用于缓冲泄力的泡沫材料 网上追溯到他俩的大哥 理想L9也没有 问界M9倒是出现过 主防撞梁的防护覆盖率方面 问界的64%不仅比理想的72%差不少 即便是和被我们超过老底的其他SUV们放在一起 比他更差的车也不多了 防撞梁的横截面 两车都是木字形设计 中间是两条加强巾 不同之处在于 问界M7的加强巾是弯曲的 应该有引导溃缩的考量 和大哥问界M9异曲同工 除此之外 我们还见过在极客007等一众浩瀚平台车型的防撞梁里 也有类似的弯曲加强巾特征 两车防撞梁均配有吸能盒 并通过螺栓与主纵梁相连 便于发生事故之后进行维修更换 材质方面 无论是主防撞梁本体 还是各自的吸能盒 两车都毫不吝啬地用上了比钢材更优的铝合金材质 值得注意的是 在L789上 主防撞梁吸能盒的材质一直都是钢材 那到了L6上被升级成了铝合金 还值得一个小点赞 至于问界M7 我们此前也拆解过2022款车型 彼时的吸能盒就已经用上了铝合金 那不出意外 之后换新版M7上应该也是铝合金的 在前防撞梁的下方 两车都配备了口字型副防撞梁 在碰撞中可以防止行人或者是衣物被卷入车底 同时也可以保护中冷气等部件 副防撞梁吸能盒在两车上也均为缺席 并通过螺栓与各自的副车架相连 便于维修更换 材质方面 理想L6的副防撞梁加吸能盒均为铝合金 问界M7均为钢材 尺寸规格和覆盖率也是L6更占优 那这么看 副防撞梁的整体表现还是理想更理想一些 在前部防撞结构上 两车还都设计有精妙外挂 先看理想L6 在防撞梁两端各加装了一个铝制加强件 而且厚度感人 这也算是L家族的优良传统了 再看问界M7 在主纵梁前端的外侧 分别安装了一个体积硕大的铝加强件 我们推测 这是两辆车专门针对25%偏制碰撞所做的结构优化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 之前我们在拆2022款问界M7的时候 只在主架一侧发现了这个部件 而且目测体积也更小一些 看来除了OTA 这些结构硬件 问界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 非常好奇 换新版M7上是否又有一些进化呢 看完了车头的防护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车尾的防护 两车的后防装梁和西能盒 均出手阔绰地选用了铝合金材质 防护覆盖率 问界M7更高一些 横接面 问界M7的目字形 比理想L6的日字形 多了一道加强金 后部防护 问界不仅小胜了理想 更是完胜了曾经的自己 因为在我们曾经拆解过的2022款问界M7上 后防装梁材质 别说是铝合金了 连钢板都没用上 用的是竖子材质 再看看我们这辆车的豪华用料 简直就是在被刺老车主啊 咱们换个角度 从侧面看后防装梁 两辆车都没有比后尾门更突出 那兄弟们可能会想了 这要是被追尾了 难不成要让后尾门先上吗 那我要这个后防装梁有何用啊 各位别忘了啊 在后防装梁的外侧还有后保险杠 有的车甚至还会配上缓冲泡沫 所以如果是轻度追尾 肯定是后保险杠首当其冲 如果是重度追尾 那谁在前谁在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此后防装梁相对后尾门的位置 更多的是从车尾美观度 和后备箱装载便利性等角度 出发而设计的 将辆车高高举起 正式进入抄底比拼的环节 省流的结论是 问借副车架用的好 理想底护板铺的妙 但就是这个补丁稍微有点多 先看基础硬件 两车如出一辙的采用了1.5T四缸增程器 前后双电机四驱 中置电池布局和60升铝合金油箱 在此基础之上 两车的底盘平整度 也都做到了尽力而为 能平则平 首先要提出表扬的是 理想L6 相比于同为增程的L789 L6算得上是L家族底盘 最平整的一位了 因为它没有了哥哥们的前凸后翘 当然了 这也就意味着 它失去了减速带模样的 底盘金属防护梁 和5升油箱容积 咱们先对比两车底盘护板的选材和设计 我只能说差距确实不小 理想L6这边 前前后后共计使用了12块材质不同 形态各异的护板 比如增程器 前电机和油箱区域用的是塑料护板 电池周边管路线缆位置 用的就多是纤维和钢质材料的护板 前部兼顾气霸质用的护板 用的是橡胶材质 还有之前在L789上 令人过目不忘的三元防护铁裤衩 也没有缺席 各个位置量体材衣选材精细 会有大厂风范 另外尽管理想L6全系没上空气弹簧 但储气罐和气泵位置的护板 居然也规划到位了 这是让采购部先下手为强了 要是能给兄弟们在后备箱 挖点这个隐藏空间 藏上私房钱就更好了 书里挖两坑 坑里藏着钱人民币 相比之下 温界M7只配了三大块纤维护板 给下盘遮体 虽然也能将增程器、前电机 主要线缆管路和油箱等 重要看护对象全面覆盖 但无论是形材设计的精细度 还是后部区域覆盖面积 都不及理想 俩车的电池包 虽然都有金属护板和防腐防时机涂层 但理想这边显然更加厚实 此外 理想L6的后电机 还穿上了能阻隔电机消觉 和高频造成的泡棉外套 而温界M7只剩下清凉出镜的份 拍下两车所有底护板 咱们先看副车架 它能起到连接固定 支撑强化 隔阵降噪的作用 可谓是责任重大 理想L6的前后均采用 钢制全框式副车架 并没有像L789那样 为后副车架选用铝合金材质 而温界M7用的是 前钢后铝的全框式副车架 选材上先得一个赞 但需要说明的是 这并非是M7的标配方案 两驱版车型的后副车架 还是被降级成了钢制 而且温界的前副车架 钢梁跨度比理想更大 更大的跨度对于结构稳定性不利 不过在温界的前后副车架附近 能看到额外通过螺栓连接的小段钢梁 作为电池前后的离地低点 有利于防止电池脱底寡蹭 这点倒是不错 此外 与车身的连接方式上 温界的前后副车架 均通过衬套柔性连接 有助于提升隔阵能力 提升驾程舒适性 而理想只有后副车架 用上了衬套 前副车架采用的是刚性直连 另外 还有一个相同的细节 在两车的前副车架中间位置 都可以看到 电机悬置衬套部件 集成进了副车架内 这种设计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 还可以减少垂向空间的侵占 提到理想 老生常谈的鞋阵块 咱还得再说道说道 高情商说 这东西能起到抵消部分震颤 提升NVH和行驶质感的作用 那低情商说 这种打补丁方式的做法 通常是受开发时间所限 不得已采取的快速解决方案 相比于L789 L6不仅将前弦架上插臂位置的 两个鞋阵块保留了下来 后副车架位置上还新添了两个 另外各位再看这左前半轴没有 但右前半轴独享的 惹眼铁心黑胶块 它叫传动轴吸针块 加上它的主要目的是 消除部分传动轴共振能量 进而降低成员舱的低频轰鸣声 感觉也属于是补丁味十足的设计了 再看电池周边的布局 理想L6是排气从副驾侧绕行 冷却月管路和高压线缆 固设在主驾侧 而问界M7正好相反 排气通路走主驾侧 高压线缆和电源分配单元在副驾侧 理想为了避开后悬架下控制臂 选择走中间 而问界可能是三合一电机 占用了更大的空间 排气管只能从后悬架HB的下方经过 为此HB的造型还做了妥协性的凹槽设计 此外 问界有三个销声器 体积更大 双出排气 理想是两个销声器 体积较小 单出排气 不过在排气通路周边的隔热防护方面 理想明显比问界布设的更加周全 以及油箱 后电机区域处 都有对应隔热铝瓦进行防护 而问界M7在前部高压管路附近 并未看到隔热铝瓦 靠近电池侧部的隔热处理也非常有限 最后咱们简单看一下电池 两车都没在官网页面进行针对性宣传 结合官方参数和电池包名牌信息 可以看到理想L6搭配了 宁德时代的36.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而问界M7选择了四川时代出品的 40千瓦时三元锂电池 重量方面 L6的电池是269公斤 而M7是258公斤 简单计算可以得知 问界155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 明显高于理想的136.8 至于这俩车到底谁的纯电续航更长 我们也给大伙测了 欢迎各位锁定后续上线的 一车横评节目 来到老底儿的核心环节 行走机构的比拼 收支于成本红线 问界拔白了图灵 理想也先开了魔谈 所以两车的悬架对比 更像是回归初心之后 看看谁更业界良心 先说理想 尽管定位已经下探到了 目前最入门的L6了 但前悬架依然是坚守住了 双XP的底线 维持了和L789甚至是Mega相似的选择 对于自重较大的纯电动 或者是混动SUV MPV车型来说 双XP结构横向刚性大 抗侧倾性能优异 同时调校空间也更大 能更好地平衡操控舒适 属于是更优洁 相比之下 问界M7的前悬架 则选择了空间占用少 结构简单 常见于紧凑型轿车 或者是普通城市SUV的迈福迅士 大哥M9的彪悍双XP 上下双结架 是一个也没给下放 关键是自家小弟M5 人家用的也是双XP 这你找谁说理去 我们推测 M7和M5并非同时规划的 且悬架对于M7项目组来说 似乎没那么重要 且认为迈福迅就是省成本的大领导 也被说服了 那真是Buff叠满 很多时候为了降低成本 或者使用迈福迅转挂 迈福迅转挂的架式感是根本不行的 迈福迅可能没有那么差 但肯定不会比双XP好 还没完 通过这个下摆币 我们还能进一步看出 问界M7在悬架上节一缩时的蛛丝马迹 因为这并非量身定制的一体成型架 而是使用了一个下摆币标准通用架 再通过三颗螺栓与球销相连 难怪总有质疑 问界M7到底是不是魔改风光爱X7的声音 总之 问界M7和理想L6的全悬架结构 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说好的5亿升级 不会都烧在了智能画上了吧 也不知道后续有没有追加预算 反正换新版还是迈福迅 换新版的问界M7已经到了 前迈福迅悬挂没有变化 用料方面 理想L6也没让问界M7讨到便宜 上下插币 转向节等关键部件均为铝合金材质 只有减震器支撑卡 选择了钢制部件 当然了 银漆该刷还得刷 高请上说 这叫防复防锈颜值高 低请上说 你看又是铝换钢 再看问界M7 除了转向节用上了铝合金 其余部件均为钢制 再说后悬架 理想L6依然选择了 与MIGA还有L789相似的 经典五连杆结构 分工明确 精细管理 舒适运动 可言可甜 其中 下横臂用来支撑弹簧减震器 并承担侧向力 下斜臂用来承担纵向力 和部分侧向力 而两根上臂 组合实现上摆臂功能 四根连杆协同上阵 实现对车轮外请的控制 最后一根 是用于修正车轮前竖的拉杆 材质上 除了铝合金转向级 其余都是钢件 下横臂也依旧是 黑钢条刷铝器的风骚操作 再看问界M7 后悬架终究算是继承了 M9的些许神韵 硕大的铝合金HB 键盘值颇高 当然 官方也叫它 多连杆独立悬架 只是不同于传统的 多根连杆协作 粗壮的H型下摆臂 独自承担了 车辆行驶中的 侧向力 纵向力 和刹车时 俯仰方向的力举 是调教难度更大 材质方面 上臂和前竖拉杆 为钢支件 而HB和转向节 均为铝合金 虽然两车都没用上 弹资更多的空气弹簧 但好在减震器 并没有素颜出镜了 两车都选择了 可变阻移减震器 理想L6上叫CDC 问界M7上叫FSD 差别在于 CDC是主动的调节阻力值 而FSD则是被动调节 当然 问界应该意识到了差距 换新版M7 也会从FSD升提到CBC 最后对比一下 两车的横向稳定杆 首先 稳定杆和吊板的材质 均为刚质 但前后都是问界M7的更粗 安装位置方面 理想L6的前后横向稳定杆 分别安装在了 减震器支撑叉和转向节上 问界M7则分别安装在了 减震器和HB上 抄理的最后 咱们看看两车的 制动系统硬件 还有轮胎的情况 两车的前后均为通风盘 但问界M7玩了一点小花活 它的盘面上设计有反涡扇的结构 这应该是有助于散热效率的提升 盘面直径 问界M7选择前大后小 理想L6选择前后相同 另外还有一处细节值得一提 可以看到 问界M7制动盘的这个位置 已经出现了嗅迹 同样的情况 在我们之前拆解过的问界M9上 也有出现 应该是没有喷涂相应的涂层导致的 虽然不影响正常使用 但确实观感性价 至于理想L6应该是专门喷过涂层了 卡钳规格上 两车保持了一致 均为前双火塞 后单火塞浮动卡钳 轮胎方面 两车都选用了 被耐力P0-Elect高精尖系列 尺寸规格也都是标配20英寸 选配21英寸 而我们租的这两辆车 问界是标配 理想是选配 因此 L6不仅轮子更大一些 胎宽也更宽一些 另外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 两车在一车横屏节目中的 制动测试成绩 理想L6的最短制动距离 小声一筹 问界M7的六次平均制动距离 成绩更佳 最后再看一下轮拱内衬 两车使用的都是纤维材质 并在衬板内侧贴有隔音棉 提升车内精密性 此外 问界M7的前轮轮拱 还设计有通风孔 用来梳理前轮外侧的气流 相当于是给两个前轮 用上了封闭式轮圈 有助于降低风阻 提升续航 至此 理想L6和问界M7的双车抄底 已经完成 想必各位已经对这两辆车的底盘优烈 有了自己的判断 但底盘表现只是两辆车的一部分 更加全面的测试 将会在不久之后上线的 一车横屏节目中为大家奉上 除了理想和问界 更有比亚迪和领克前来同排竞技 希望大家一键三连 闻名碎更 我们一定加班加点 尽快上线